我是高尚的 我是对你负责的人 所以我不给你名分 这叫什么事 你现在就在做不靠谱的事 非要把自己包裹的无比的高尚 言二道零的最终结果 是内心自己有鬼 或者内心自卑 他只想要一个在众人眼里 一个合情合理的称呼 就是你的女朋友 你不承认吗 被老师们集体痛批的人 是我们今天的男家宾安先生 32岁的他是一位离过婚的男人 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 被老师们集体痛批 为什么图老师会说 他把自己包裹的无比高尚呢 原因还要从女友小张说 可欢迎认识都没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他年龄还小 而且我现在这个事业上面就是还差一个阶段 我想让他给我个一到两年的时间 然后我去充实一下我的经济实力 然后他呢在社会上呢就是也磨练磨练 因为他我感觉还是跟小孩一样 女生小张从来没介意过男友比自己大且又是个离异的男人 并且当初还是小张主动追求的这个离异男 可见小张对这个离过婚的男人是真的动了情 但让人意外的是 反倒安先生对此有些看法 认为两人相处的时间才一年多 根本达不到结婚的条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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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为了这个话题陷入了死循环 你跟人谈恋爱都谈了在一起了 你又嫌人小 你怎么个意思呀 他们这个圈子融不进去 我就好像一叔叔的身份似的 站着看他们哪好玩哪好玩 说实话我可能是傲他了吧 三年一个勾 我比他大十岁大三个半勾了 那你别跟他交往呗 我跟他交往 我是喜欢他的单纯 而不是说跟他们一起去玩 我没有那个精力去玩了 那你没那精力去玩 你就别跟他在一起啊 我跟他在一起 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 你就正式提出分手 你不是嫌累吗 我还喜欢他呀 那你嫌 你又喜欢你又不付出 你算哪一出啊 那不是吧 我现在经济基础不稳掉 房车都没有 你说还比他大十岁 还一个离我分子 那你跟人交往干嘛呀 那那试试吧 不是 我相信我自己 有这个打听世界的能力 所以你这就很矛盾嘛 你是想给他爱嘛 对呀 那他现在要求也不高啊 这有什么不行的呢 我现在不是玩的年龄 那你是什么年龄呢 我是创业的 需要稳固的 需要 那你跟他就别谈恋爱了呗 那我还喜欢呢 那他就比你小十岁 他就要这个 你又不能给人家 那你就放人走呗 你又不放 你又说 我喜欢他的单纯 这天下好事都给你占了 你觉得对人女孩公平吗 口口声声爱着女友 做的所有一切 都是为女友考虑 但要真的谈论到爱情 又接受不了女友的朋友圈 嫌弃他们就是一帮 没长大的孩子 和自己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而谈到见父母这个事 就更让人想不通了 他把自己包裹成一个很高尚的样子 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为了女友着想 总而言之就是 好人都由他来当 坏人全是女友的锅 我拿什么取他 他会跟我过吗 他会跟我过吗 你怎么就是到 如果说你一无所有 还不跟你在一起呢 外账还没还清呢 我最近嘛 我要还着银行贷款 我介意过吗 你不介意 是不介意 咱们俩收费刨出去 然后我再把贷款还出去 我手里有多少钱呢 我拿什么去见父母啊 你父母问 小伙子你是挺好的 你这个 不不不 房车有吗 人家父母不会说 小伙子你房车有吗 人家不会这么问的 充其量就是看看 你想多了 看看然后再不让 你想多了 再不让 你想多了 不是 因为我是过来的 你能没去世 你就怎么知道呢 我没跟你试过 我以前就是这样试着 我前期就是 父母都不愿意啊 我们两个一冲动好 行来吧 结好 我们就结了 领这了 到最后就这样了 人家没说跟你结婚 人家只说跟你出 但是我是奔着 想结婚的去呀 想结婚 现在先把人要求答应了 你现在这样让我结婚 后期结不了 明白了 听了安先生的这番话 不得不让人佩服 他确实考虑的很周全 怕的就是 见到父母后 万一人家再不同意 两人还要坚持在一起 结果就变成了 和前妻一样的结果 要是这么来看 这个过来人的想法 还真让人说不出来什么 但问题是 他现在找的是一个 比自己小十岁的年轻女孩 对爱情以及婚姻 充满了渴望 不可能去考虑这么多 只需要简单的一个结果 就足以了 所以两人的问题 就出现在这 一个是经历过 婚姻失败的过来人 另一个则是对爱情 充满渴望的年轻人 那么这个问题 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接下来 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这哥们啊 口口声声是为对方着想 大家都知道了 将来万一不成 你怎么办呢 就你给人那种感觉 就是特别负责任 为对方着想 但是呢 我戏一琢磨 怎么觉得你那么不负责任 你以一个负力堂皇的借口 我对你负不了责任 所以不能公开你的身份 你用一个借口 把姑娘架在那了 然后姑娘 因为得不到这个名分 还必须和我们追着你 哇 你这钓鱼 钓得太高明了 鱼钩甩出去 对不对 我就钓得你 上钩吧 上钩吧 如果你真是唐长君子 你就别钓这个鱼 你既然钓这个鱼 鱼都咬钩了 跟着你回家了 你别跟别人说 我没钓着 这叫什么 这叫表里不如意 我没不承认呢 你承认了吗 承认了 你父母知道吗 没想让他们知道呢 所以是 咱别这么虚伪行不行 都到这儿了 不是 现在你说 我是虚伪的 就是我仍然认为 是我对他好 如果说我们两个 万一要走不到一起 虚伪就虚伪在这儿 我是高尚的 我是对你负责的人 所以我不给你名分 这叫什么事儿 很显然 马老师对这个男生的做法 持反对建议 既然爱了 就要坦然面对 不要自觉高尚 口口声声是为了女友着想 到头来 却连一个名分都给不了 这又怎么能算作是爱呢 这明显就是虚伪的表现 此时 曲老师倒是能理解 这个男生的想法 但归根结底 还是不赞成他的做法 因为爱情就是爱情 没必要想这么多 我末末隆隆的是 可以明白你那颗心的 但是你做的事情 真是 事以愿违 其实我觉得你想多了 父母去见一下 说这是我的女朋友 有什么不可吗 我不想让父母觉得我不靠谱 找一个比我小十岁的 你靠谱不靠谱 不是谁觉得你靠谱 你就靠谱 你现在自认为很靠谱 对不对 所有的人都觉得你不靠谱 你包括是他 对得起那份良心 对得起对方对你的爱 你对得起了 你就靠谱 你现在就在做不靠谱的事 怎么说呢 其实这个问题 听得我也是朦朦胧胧的 也不知道这个男生的想法 到底是对还是错 所以说这个事还真是个死循环 可是现在来看 我认为这件事的对与错 关乎于两人是否谈论婚姻 还是谈论爱情的问题 如果谈论婚姻 那么男生的想法没有错 但如果要谈论到爱情 那么很显然 男生并没有那么爱 然而 涂老师面对这个问题 就非常聪明 他并没有讨论关于结婚的事 只是说到 男生承不承认 这个女朋友存在的问题 爱一个女人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承认她的存在 这是你唯一能够做到的 如果你口口声声说 我对你愧疚 我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 给你更好的未来 我们还得慎重地交往 那么你现在能够 唯一给她的 就是尊重她的存在 延二到零的最终结果 是内心自己有鬼 或者内心自卑 而且女生也没有要太好的生活 况且她没有谈结婚 她只想要一个在众人眼里 一个合法的称呼 或者说一个合情合理的称呼 就是你的女朋友 你不承认吗 所以说一个很简单的事 非要把自己包裹得无比的高尚 你今天所有的话都伤害了她 所以说我只想跟这位女生说 如果一个男人 要堂而皇之地 以为你着想 为你考虑为由 不肯承认你的存在 那对于你来说 是莫大的侮辱 如果这位男生 真的是堂而皇之地 以为你着想 为你考虑为由 不肯在父母面前 以及亲朋好友面前 承认女友的存在 那么这无疑是心里有鬼 不敢承担这一切 但如果要是以这些理由为由 不想过早地结婚 这倒是可以理解 所以说这个问题 主要看女生怎么想 如果女生要求男友 见父母 就是想要谈论婚姻问题 那么我劝他还是离开为好 因为这个男人到目前为止 还没准备好这一切 反之男生也是一样 如果觉得这次见父母 就是为了谈婚论嫁 那么也没必要继续下去了 来这儿我就是 我就是想 就是想要一个在你身边的那个名分 把家长见了再来和你进一步下去 我不是说要求就是那么物质的一个人 我想你也知道 再来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你也能感觉出来 但是我的要求就是见父母 我把父母见了就行了 然后能在你身边 知道我这个人存在 在你的朋友和家人身边 知道我这个人存在 我不想因为咱们俩的事 再重导覆辙一次 我感觉不行 虽然女生的要求很简单 只需要见父母就足以了 但其实这个要求很明显 就是想进一步发展 而对于男生来说 想要进一步发展 那必定和经济条件 以及其他原因有关 而男生从目前来看 根本没准备好这一切 所以结果显而易见 两人都选择了离开 视频看到这 或许有很多人不能理解 为什么谈到结婚 就非得离开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安先生是一个 经历过婚姻失败的男人 面对这个小自己十岁的姑娘 提出的要求 就是一种冲动的表现 对婚姻根本就是一无所知 万一结婚后 感觉到后悔了 岂不是人才两空 因此 安先生要求女友 再给他两年的准备时间 说白了就是 安先生不相信爱情 只相信现实 反之女生离开的想法 就很简单了 一个对爱情充满渴望的小女生 得不到她想要的那种感觉 自然也就选择了离开 所以说嘛 归根结底 就是年龄上的差距 导致在考虑事情上 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她们 不适合在一起的主要原因 那么事已至此 屏幕前的你 对此有何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